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我們趁著這個播音玩的內容降下來的時候 先講一下今天的時間跟空間的結構 我們大概有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然後我們有一個線上的一個播音的地方 大家如果現在有手機或者其他可以連上網桌的設備 麻煩連到slido.com 就是slido.com 這個網站是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大家連上去之後就輸入今天的日期724 然後幾號朋友輸入 輸入之後它就會按一個箭頭或者一個join 它就會進入一個留言一個畫面 如果有人已經簽在裡面的話 可以先打聲招呼 那在大家在連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發言的一個規則 簡單來講我的演講的題目 這個agenda這個議程完全是由各位所設定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隨時舉手或者是不舉手 這個面對面的這樣子問我問題 又或者是說在這個線上 slido.com輸入724之後 匿名的來做留言跟詢問 那為什麼是匿名的呢 是因為通常在這樣的場合 舉手發言會需要一定的勇氣 然後而且這個大部分問到問題 也是比較有禮貌的 那但是呢 我們在匿名的情況下呢 大家比較能夠問一些有挑戰性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有挑戰性的問題 當然我也不一定回答出來了 不過我們後面還有很多卓越講者 有些講者覺得就是如果是他們擅長的部分的話 那就可以就是這樣處理 那所以它的空間結構當然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想要問的話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按讚的數量越高了 它就會跑到越上面 那所以呢 我好像一個問題 如果有五個人十個人按讚的話 那這樣子我就知道說 我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回答這樣的問題上面 然後呢 如果有任何人覺得說 如果再回到過程裡面 想要追問或者是說 有什麼講的不夠清楚的部分 那所以實際上有上留言 當然舉手也可以 那最新的留言會跑到這邊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想就是非常的自由的 就是在接下來 另一個小時裡面 你問的問題 那他都按滑手機 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就 歡迎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我盡可能在我本來有準備的 簡報或者網站 或者跟NHC私廣義裡面 一起去做回答 那當然如果到一個小時 結束之前 上面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提早結束了 我們就介入下一位講者 不過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 這件事情大概也不會發生 好 那 有人馬上就問了一個 這個非常挑戰性的問題 這個如果是舉手的話 大家是不會忍出來的 這是這個川普總統 如果不相信氣候變前 要怎麼辦 不過事實上 以他上任之後的這個言行 他已經重新相信氣候變成了 他在競選的時候 當然呢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措施 那我是 甚至我自己啊 就是趁著他 沒有真的當選 他當選的前 可能兩個小時 也在Twitter上面 這個有 跟他有些來往嘛 我有寫一根Tweet 然後給川普總統 當時還是川普參選人的時候 說這個如果他想要 對氣候變前的信心跟 跟了解氣候變前的話 他一定是來台灣 這個我們在這邊 有豐富的經驗 那這個當時當然 跟台灣的巡查 還沒有真的通過 不過我想就是說 這是一個比較善意的 一個邀請啊 就是說我們實際來看看 那大概比較可以知道說 這是一個科學的事實 那當然在他上任之後 他很快的就公開的講說 確實裡面有一些人為的因素 他確實也是人為造成的 他可能對於巴黎政府協定 有一些就是在談判上面的看法 但是至少就是說 並沒有覺得說 這不是事實 所以我想這也不是 呃 單一方造成的嘛 可以是說 國際上所有正在 做介護變前這個題目的朋友們 都明確 啊 給就是美國 給白宮 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息 那這樣子的明確訊息之下 我想白宮 對於他們的科學家 對於NASA 對於這些其他的部分 他們當然就是採用了 就是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 已經不是一個 Active 的一個題目了 但是當時 在他剛當選的時候 世界是非常的關注 但是現在 這個 他的 Public Information 大概都是說 確實是有七六點錢的 這件事情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你還萬要如何回應 那個巨發展目標 我們先看一下 你巨發展目標 每巨發展目標 對我自己來講 一下都是個人間接 不代表行政院 不能幫你講 因為我叫anarchist 所以我就想要什麼講什麼 那 我自己對於SDG的看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 他是第一次好像說 不是每一個國家代表他的人民 去制定要發展的方向 相反的 在每一個SDG裡面 這些 major group 這些實際被影響的人 比想說 剛才大家都提到的 SDG 13 氣候變遷對策 所有最會受到 氣候變遷影響的朋友們 現在透過網路 透過各種各樣的通訊軟體 自己就可以組織起來 就算在一個 相對比較大的國家裡面 實際 就是居住的地方 會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朋友們 只佔少數 但是這些少數的朋友們 尤其因為他們關注SDG 13 現在只要靠一個hashtag 就是hashtag SDG 13 你就可以在Twitter上面 找到非常多 智能高位的朋友 大家自己組織起來 透過Majer Group 這樣子的一個禁止 去給聯合國壓力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不一定需要 透過你的國家來代表 你可以透過你的民間部門的 你可以透過你的私部門的 一起去對聯合國 進行你的疫情的一個設定 那這個不只是SDG 13 我們可以說在每一個SDG的螢幕上面 這就好像在全世界 開了17個聊天頻道一樣 然後呢大家在Twitter上 在社交媒體上 在各種各樣子的地方 只要這個關鍵字對 你就可以直接去 跟這些 智能高位的朋友們 一起組織起來 不需要等到 以前所謂多邊主義的 就是等到你的國家 終於重視到這件事情 然後代表我們 這樣子 每個人代表自己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SDG 它透過上百萬人的全世界 的 consultation 跟以前NPG 一個相當大的合謀 就是說 它特別在意的 就是中間的這個SDG 時期 parnership 那在這個parnership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 那它不是等著我們 彼此來彼此代表 這個representativeness的色彩 還是有啊 但是稍微充淡了一些 比較多的是re-presentation 就是說 對這件事情有看法 有想法 實際受到影響的人 他的presentation 他的在場 他的在線 在各種各樣的場合 重新被替出來 重新被大家當作一個agenda 當作一個討論的影響 這是我覺得 這是第一個差異 那第二個差異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白髮 讓我們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說 主要同事啊 我們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在我們強調 永續跟發展這兩個字 這個並在一起講以前 永續跟發展的時候 其實是對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說 在台灣有請 這個 這個 怎麼要過經驗 就是說 注重這個環境保護的朋友們 那他透過政府的這個 組織力量裡面 可能環保暑 或者類似的這樣一個結列 去給政府施加一些壓力 那很過來 注重發展的朋友們 也要經濟開發的朋友們 透過經濟部 或者其他政府 對於就是 商業發展有興趣的互惠 也給政府一些壓力 那政府在這個中間呢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的政府 全世界的政府 都充分感受到 當大家能夠自行組織起來 組織的能力又非常大的時候 我們中間如果還把自己 當作那根繩子的話 隨時都處於一個被封斷的情況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說 大家自行組織的力量 已經大過我們本來的 不管是單一爭執 或是各部分 能夠組織大家的力量 我們如果 一定要在中間做一個 仲裁的話 那我們就是疲於分離 沒有辦法去應付 各種各樣新興的議題 沒有辦法去應付 各種各樣新興的 所以對我來講 所謂的Punish for the Goals 有一個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每一個人 他是自己 志同道德夥伴串聯起來 Representation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大家一起來解決世界上的問題 然後在一起解決世界上的問題的過程裡面 是運用各方的力量 而不是好像在各方中間去做出一個 零和的一個拉扯或一個菜單 那這件事情其實 我還是quote一下這個台灣價值好了 雖然最近有一點這個充值有一點比較多 但是我自己其實很相信這一套 就是說 當時蔡永宗我們在剛上台的時候 他舊子言說裡面 他特別講到台灣價值這一段 那這裡最重要的可能是這個S 就是台灣是多元的價值 那他的舊子言說是這樣 就是quote 我們本來以前想到民主的時候 想到是在兩種價值中間的對決 那但是從現在開始 民主它必須要變成多元價值中間的對話 那這個就是不被歷史形態所綁架的民主 那這個就是 蔡永宗他就所說的 特別對於台灣的多元價值之間的對話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我們自己在這邊 要把民主做成多元價值的對話 或者我們在像社會重新行動的方案 或者我們在永續發展裡面 去跟各界 去把各界的力量這樣子 組合起來 我覺得都非常呼應 就是SEGS裡面 特別就是這邊在講的 就是你不管是永續的經濟 永續的社會 永續的環境 這些 他們都已經做過盤點了 你在做任何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都不會犧牲掉其他的目標 為什麼 因為他很有整理的 會去向其他目標 其實經過SEG程序之後 沒有寫在裡面了 所以有留下來的 大概就是能夠彼此加強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他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不管你在做哪個題目 你都可以第一個 知道這座類似題目 你是你的朋友 不管這是永遠的地方 但是第二個 就算是在做不同題目的人 他也是間接的在加強你的內容 而不是就是 零和的好像是互相拉扯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蠻適合台灣 這個階段的民主建成的 通常第一個問題 我會講比較久的原因 就是讓大家不要有時間投掉 所以現在就開始 有11位朋友們知道說 離岸封電的造價比較高 尤其是一開始就是在各國的 對台灣的這個封場 它的經驗比較沒有那麼充足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就是front cost 那下季的台灣的總房耗電量高 反而離岸封電的發電量低 請問台灣如何克服 另外想要詢問個人 對於核子能源的一個看法 那確實就是 在台灣我們第一次提出 就是自願性的國家報告 我們有沒有記錯的話 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17項 永續發展目標之外 如果沒有記錯到 好像加了第18項 就是非核家園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折進 這個第7項 人人可負擔的永續能源呢 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猜你那次 你還在轉型 但是想必就是說 在當時特別要強調說 對台灣跟17項 一樣重要的 就是非核家園的這個 目標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個政治上面的一個宣誓 我仔細 其實因為我剛剛說是 多元目標中間的對話 所以我分享一個 不是我做往前的是 就是曾老師有深度的參與 就是也許再會曾老師 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我們的能源轉型牌技術 那能源轉型牌技術 那能源轉型牌技術 網址是Energy White Paper 到DW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 當我們在講能源的時候 大家非常容易 over simplify over simplify 的意思就是說 對一件事情 好像說 到底什麼是能源 或者是什麼是能源 或者是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 在每一個不同的 分場的這個計畫的時候 大家提出非常非常多的意見 在以前呢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往往一下子就是跳到 一個解決方案 然後這個解決方案 看到你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呢 它後面的就是大家的 共同地承認的一些事實 包含是我們目前的能源的配比啊 我們的未來的各種 包含儲能啊這些東西的發展 這些事實的科學性的部分 往往是會很選擇性的一些解讀 那甚至能源它造成的一些 壞路性 到比像說空氣品質等等 那也有非常多朋友 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去 sample 然後用自己的模型 就算出自己的結果 所以到最後就是 因為大家資料這一層不是共享 事實這一層不是共享的 所以就會造成說 每個人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 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要怎麼樣處理這種 大家事實共享的一個情況呢 通常我們在就是 沖織的制裁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靠大家先放下 建議先放下解決方案 先回過頭來 先盤點目前實際上的情形 是怎麼樣 那但是這個世界的情形 是怎麼樣 並不是政府說的算 就像我們剛剛講 這是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所以好比像說 我們有一個ci.taiwan.gov.tw 這邊我詐欺一下 先非常感謝這個外交部 應該是國傳司 願意借給我們 台灣.gov.tw這個網域 這個網域真的是非常好用 所以我們各種 就是5加2啊 或者這些大的計畫 你可以看到 ai.taiwan.gov.tw bio.taiwan.gov.tw smart.taiwan.gov.tw 那這些網站的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我們去國際上面 去進行SDG的討論啊 談判啊等等的這些時候 你就還不太需要去記 你就只要記什麼.taiwan.gov.tw 拿手機輸入之後 直接拿個對方看 就有一個好像一頁式的 图書的這樣子的感覺 就不用在各種各樣的網站裡面 去找尋 那我想是一個相當好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 我為什麼要看ci.taiwan.gov.tw 就是在說 我們現在這個 NW 這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基礎的 無剩於各自的 環境的 包含剛才講到的 就是空氣品質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 就是台電目前的 輸費電的狀況 或者是 就是災態來臨的時候 之前的狀況啊 或者大氣資料啊 所有這些部分 水資源啊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 就是在做SDG的時候 大家共同的一些環境資料 在以前呢 就像大家 這個可能知道的 民間社群自己量測自己的 政府自己量測自己的 那在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民間發展去 這麼好的 這麼多的量測的網絡的時候 幾乎在亞洲國家裡面 是唯一的 就是台灣是採取一個打不過 就加入 我說政府啊 是採取一個打不過 就加入的一個態度 所以 當我們看到民間的社群 在 就是 這裡 民間的社群自己已經 固件了那麼多的感測網絡的時候 我們做的並不是說 那我們要用政府的這個環保術 或其他東西去把它蓋過去 事實上亞洲其他的很多國家 我們在國際社會裡面 不管想到能源 或想到中共 或想到民間有自行感測的時候 他們都說這個台灣這邊呢 就是發展到兩千多個感測點 之後更多感測點 那在其他的國家 可能發展到二十個或兩百個 就被請去這個惡查 或者茶水流浪之類 因為確實啊 這種參與式的感測 參與式的政策之力 你參與的你當然比較相信你參與的那一個社群的數字啊 當然比較不相信政府的數字 這個是人質常情嘛 所以我們這種參與式的 就是所謂的citizen science 我們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是去補兵 就是不管是去請工業院 做比較便宜的感測器給大家可以使用 或者是提供這種國家高速網路的中心 給大家去做儲存 整個目的就是在像能源轉型白皮書的 這樣子的討論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substrate of data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著實際的 大家都有參與的 而且是大家結合在一起 大家看著一樣的資料 然後去進行討論 那當然我這個也是純粹個人身分發言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二十年前就有這樣子的討論的意見留下表的話 也許今天就不會少得這麼熊了 那我們現在是有點在為二十年前 沒有用這種參與的 就是普及到所有人的方式 在我們叫做這個technical debt 在付一個技術債 就是當年紀念下來的這個 就是讓社會難以形成共識的這個社會上的collective debt 我們現在正在試著用這種 就是重建信任的這種方法 確保說每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它都能夠被充分的轉譯到 就是不管是能源治理 或者是節約或是電力 或是在什麼那個 或綠能產業的這種不同的分組 那在不同的分組的working group 去把大家意見變成政策的過程裡 我們就可以看到政策缺了什麼 大家關心的是什麼等等這些部分 那在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去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理解啊就是 就是因為我自己在Gestbook上面 我是很有名的table of the science 就是不管是就是講綠色能源 再生能源的朋友們 或者是像關於留言中結者等等 這些是社團 我是基本上每一個都去關注 所以我可以理解到說 在中間有相當多 就是大家會有心情都在很好的地方 就是說本來國家很重視或者很看重 或者覺得說學的東西對國家有用 那怎麼突然之間就變成沒有用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折 心態上的一個轉折 但是我覺得這很大的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在試著這個層級的 聚焦式的這個討論這個文化 在之前沒有形成 所以就會變成是 每個人是不同版本的這個世界 那這件事情我們試著現在用 像就是能源轉型的文書 這樣子的公開討論的過程 來重新鄰居大家對彼此之間的信任 但是我們知道信任 又是很快重新很慢 所以這個就還是在重新的一個過程中 但是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就是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到明天轉型的譬如說網站 看一下目前這個討論的進展 那或許大家對於各方 就是受傷找不到的事實 好像拼圖一樣 這樣子一種文化 能夠開始 我長期的說 大家馬上就現在政府 能夠問證券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一個改變就是說 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大家現在看到這些不同的事實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價值 如果有共同的價值 當然能想出這個解放 對大家都好 或至少對大家都壞 那但是政府不斷地問這些問題 這樣子就是政府自己作為一個討論的空間 但是政府威權了這麼久 我們解嚴還沒有戒嚴的久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很關心政府現在在弄這一套 會不會是跟他們過了解的 但是我現在在新鮮園裡面 大概主要做的就是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take all the science 我大概不管你的就是佔哪一方 我大概都可以幫哪一方辯護 但是我自己最 care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透過這樣子討論的 事實的聚集的過程裡面 然後大家第一次越來越了解 而不是好像越來越分散 就是這主要想法 有七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這個 台灣相信氣候變遷 其實這個也是很有意思 你都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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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 多看科學證據 台灣相信氣候變遷 但是沒有辦法加入國際的公約機制 該怎麼辦 其實這個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在SDG裡面 它叫做voluntary report 就是它的自願報告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每一個政品 它要對它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的這件事情 其實很大一部分 是這個政品的人 自己去決定的 那最近當然有一個新聞 就是紐約市 還是紐約州 總是紐約 這個它覺得說聯邦的 這個就是VMR的那個方向 跟他們不是很一樣 所以他們自己弄那個VLR 就是說 紐約自己自己畫一圈 然後說 我們做永續化的目標 做另外一個方向 他們自己都設定了一些目標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不管你是處於哪個地位 就是不管是所謂的Nation State 或者是一個 jurisdiction 一個 economy 或者是你是一個跨國的一個大的 NGO 或者是你是一家大企業 或者是不管你的組織方法是什麼 大概你都可以自己說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做SDG 我要做全部實際的題目 或者我在裡面挑某些什麼來做 然後我在做的過程裡面 我去Measure 我去量測我做的什麼東西 然後呢 這個不管是如果你是公司的話 很多人會用ESG 相關的一些報告的方式來揭露 那或者是說我們現在 還有所謂的公益報告嘛 就是你這個團體組成 就是為了要做某些SDG的題目 那所有這些東西在台灣現在 我們都不管是在經濟部的網站上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我們都有很多地方讓大家能夠來揭露 大家實際做的事情 那我們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做一個 aggregation 我們做一個中整 我們讓大家看到 所有台灣有多少 目前有多少的團體 有多少的公司 有多少的合作社等等 現在是在接哪些SDG題目 然後反過來講 我們自己的部位 現在是在做哪些題目 那在這些題目如果互相退起的話 那大家就是partners 那這個在國際上面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其實我自己 再次聲明個人立場 我自己作為anarchist 我覺得我非常prefer 就是我們在國際上面 就是台灣 as a partner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它就是partnership for a goals裡面的那個partners 當然我們現在很多國際組織 是以jurisdiction或者是economy 這些當然也都很好 它分別對應到SDG裡面的不同的構面 但是對我來講 我真的並沒有那麼在於說 我們是什麼樣子的身份 我覺得就是partnership for a goals 任何個人 任何個人的組織 任何 jurisdiction 那種economy 大概都可以是partners 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讓全世界知道 在以前 在歐機網路之前 不能夠這樣的原因是 因為技術上面大概只有掌握了那種 衛星電台或者是無線電台 或者是廣播 在以前是廣播 等等的這些有發言權的人 他能夠把他在做的事情 讓幾千萬人聽到 讓幾千萬人知道 就是在這個 一二次大戰的那個事情 還沒有多久以前 但是在歐機網路之後 其實每一個人 他都是自免 每一個jurisdiction 每一個economy 每一個partners 他自己都可以對所有的 在關係同樣的人 他就算只是用一個dash tag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大家有多少能夠來 就是一起工作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 我自己是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說 當我們現在在講外交的時候 尤其是在網路上面 講外交的時候 我們的audience也好 我們的institution也好 我們的practitioner也好 都因為我們在學禮上 就叫massive self-communication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自己決定 自己要跟哪些人交通 和這樣子一種交通情境 而有所改變 以前我們那麼強調 你要到某一個會議室裡面 做某一個位置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的技術 基本上是單點往非常多人 去進行網路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都會忘記網路 任何人都可以往任何人 網路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一個人 往一百萬人講話的技術 也是有一個人 聽幾百萬人講話的技術 甚至幾百萬人 彼此之間互相對話 快速形成共識等等這些技術 我們越多使用後面的這些 溝通空間 我們就越不受 本來這邊只有 可能一百多個席位 我們是不是啟動一個席位 等等的這種 舊時代的這種想法 所限制 我不是說他不存在 我不是說他不存在 或者是說 盡量不要受那樣子的東西去限制 所以這裡面這個場域 它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呢 最大的這個差別 我覺得就是 就是 Listening to global audiences to offer online feedback 因為你如果只是在廣播上面 或者是在電視上面去講的話 基本上並沒有什麼方式 讓你的品種有能力 回過頭來告訴你說 他們在想什麼 或者看到頻道什麼 當然我們知道 有些電視節目有Coin 但是Coin的意思就是 結一通電話而已 它很難說是一個 Global audience 或Oper online feedback Global audience 的意思 真的就是說 所有看到我們在做這個訊息的人 都可以來 contribute 那這件事情 當然之前在一些國際的傳言裡面 好比像說 當時在COP21的時候 就是全世界給人一起來看 全世界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 所謂的Oribs的 這樣子一種 就是集體的討論 那這個當時 台灣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方式去參加 並且也聽到了 國際上對我們的這些 構思的這些想法 那但是呢 這個並不是一次兩次的事情 而是隨時都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 像外交部 目前在Twitter上面 就做得非常好 就是整天都有這個 各國的 不管是元首啊 MP啊 或者是像愛沙尼亞 前總統才剛來台灣啊 就會不斷地在 跟我們總統發言人的Twitter 或是我們外交部的Twitter 在那邊對來對去 那這件事情就不是只是 好像是兩個 這個實體中間的事情 而是說當我們 已經標舉出 我們現在在解決 SDG時期裡面 快頻作為人權等等 這些部分的時候 所有對這個感興趣的朋友 他直接在Twitter上 在Instagram上 在Facebook上 在各種各樣的社群媒體上面 直接就變成我們的 CostedT1 那我們這邊只要有一些 Ready的Message 馬上就可以發展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差點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戰線 自己的representation 會比我們的representation 就是我們在哪個地方 有什麼代理員 他的力量要來得到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主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自願遵守 我們自願遵守的過程裡面 還加碼 還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這些部分 特別往外去推銷這樣子 有11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目前台灣不管哪一個單位 參加UMF CCC會議 都只能用他國的NGO的名義 來申請Batch 如果未來這一條路被堵住 該怎麼辦 當然就是說每一條路 如果堵住的話 那個堵住的那個方面 或那個單位 他也要有一些獨立的外獨行 因為這不是只有台灣 在用這樣子的方式 很多人覺得 大家都在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你越說什麼東西 不能用 就是越得罪這個 大家的這件事情 我不講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我自己在聯邦相關的場合 已經出席過相當多次 那只有一次就是 就是我們本來都沒有要發行文稿 然後但是因為那一次有直播 所以就莫名其妙大家就知道了 對但是就是說 那那次真的我們的定位 仍然是做一個技術上面的一個測試 我們並不是想要挑起這個Escalation 我們這並不是真的 不想要弄成一個政治事件 但是當然呢 就是去年在日內瓦的那一次 其實在那一次之前 已經有相當多次的會議 我因為通常是出於節能減碳的理由 甚至就是大家問我說 能不能我們出機票啊 你來這邊演講啊 怎麼樣啊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這個費捷造成多少碳排放 我們還是盡量不要造成碳排放吧 那我就直接用這個 遠距視訊的方式去加入 那當然這個不完全是開玩笑的 費捷的碳排放 真的是有一些 但是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自己跳時差很慢 所以我實在不是很喜歡跳時差 所以每次有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能夠用視訊的方式去參加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在很多的會議上面 現在已經是四空間管 這並不是一個 為了台灣才開的一件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寬頻網路 第一次能夠做到 可能1080P或者是2K 那當然很多現在已經到 開始可以做4K了 那為什麼這個解析度這件事情 這麼重要呢 是因為如果我們兩個人 之間彼此之間沒有見過面的話 而我們只能用720P 480P或者更窄的這個解析度的話 那它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看不到人的臉上的一些 微表情一些Micro Expression 那如果你看不到人的微表情 那你之前又沒有見過這個人的話 那你就會產生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腦補 那腦補在心理學上就叫Protection 就是投射吧 就是你把對方面面 沒有了一些表情投射在對方上 然後每個人都把自己 就是腦補的訊息加在裡面 那腦補當然非常不腦補大部分 但是當我們要進行 就是國際向實質的合作的時候 它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互相有多信任 我們才能夠走多快 我們走多快 才能夠接下來越來越信任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避免 這是我們腦補的場合 所以我通常就會對對方的頻寬 對我們自己這邊的頻寬 對甚至中間有些DR 或360投射等等這些東西 做很多技術上的要求 那整個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 不是就是中間人會閃動 或是再用很多方格 不用再這種 我們常常講第一次見面 First impression很重要 你如果要對方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就是一大杯方格還會閃動 那這樣對你的信任 可能就會打一個折扣 所以我們當然要花了很多的時間去 盡可能讓這個第一面 不管是透過高級細度的預錄 或者是高級細度的視訊 或者是透過VR 或者是透過Volibrate projection 我們大概試一個 10種以上的方法 盡可能讓你的第一印象 比起我站在你前面 至少不要來得差 那這一點我想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在日內網那一次做測試的時候 因為沒有直播 所以後來訊息就出去了 那大家也看到說 北京方面的朋友在那邊 他還是在講一些話 不然就去 就很難交代嘛 但是他至少在定性上面 是把它定性成錄影的 因為如果這不是錄影 而是剛剛講的representation 理論上他應該要你看那個房間 但是就是他沒有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跟聯大網號局 雖然是沒有關係的 技術上來講 他就是主席在放錄影 那雖然這個錄影 兩秒鐘時間才錄的 但是也是錄影嘛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後來我們就形成了一個默契 那這個默契就是 我們這個都是no surprise 絕對不好突襲的 我們就是告訴秘書處 我們幾點幾分會出現在哪裡 那在那邊可能 北京方面的朋友就不出現 但大概目前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處理 那現在已經相當相當多次了 只是我們覺得說 沒有必要把它弄成正式形象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講的都是永續通常很多 我們的貢獻多的地方 北京方面貢獻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地方 他們就不會來鬧 因為no有什麼意義 那就是做我們的貢獻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現在大概就是已經形成了一個默契 也不是我只有我自己幫你 我都為了朋友啊 幫他很多朋友 現在慢慢都開始運用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的好處就是 網際網路它設計出來就是 不能夠被檢測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除非是somehow它說服大家 為什麼就是不可以放路營 好假的對不對 真的沒有辦法 不然的話技術上 這是最不會被堵住的一個方式 這是我個人今天也是我偏好的一個做法 那也不一定需要就是一個方法 其實友好國家 甚至不是友好國家 是理念上相近的朋友 大概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進行實質的出席 所以當然技術事件我就不多講 但是裡面有一些主要的訊息就是說 當你這樣子參與的時候 這樣參與的整個過程 你在未來都可以再剪成短片 再用各種方式去使用 因為它發生即點藏 它的發生的過程 跟它點藏的過程是放在一起的 而不是就是分開來的 那所以我也不會覺得這是檀案做到 或者是請了頓獎 因為從我小時候開始 我就是這樣子在增加國際回應 那所以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經驗 那當然其他更多的就是 包含說用什麼樣子的名義 或者用什麼樣的方式做BEDGE 或者是用什麼樣子的證件去進行申請等等 我是這一次前幾個月去 紐約林工小組才開始跟林工小組 就是具體的了解 我們在每個個案上面 使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做 不過這個我就才剛剛開始了解 所以在這邊也沒有辦法 在林工小組跟各位說任何事情 因為我覺得現在正在開始了解這件事情 有九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探權交易、探稅跟探費 就是所謂的就是綠色的 或者永續的能源方面的一種金融 政府的角色 那我就有一個好處 我沒有參與的政策制定 我就說我沒有參與 所以這部分我沒有參與 我有時候每個禮拜四 偶然這個在科技回合 我們是有評相關的檢討 但是那一部分我沒有參與 所以這部分可能就是請有參與的朋友們 來跟各位說明 那有八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Why the God UNFCCC Women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今年的倡議 如何擅用五國性品發展的優勢 成為參與UNFCCC的策略質疑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就是 在台灣當然我們不是說 台灣的性品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但是至少在亞洲 這個確實是一個台灣的一個 branding 不管是我們在 marriage quality 上面 或者是我們常常在國際上面強調的說 我們的總統他不是 anyone's wife 或 anyone's daughter 那這個是其實相當重要 那或者是我們的代理的 就是 性別拼佔的一些比喻啊等等 不過這些呢其實都是比較我們 domestic 就是只是來表示說我們 gender mainstream 做得蠻不錯 大家覺得說 gender mainstream 台灣是可以作為一個就是討論的一個模型 但是這個東西的輸出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以討論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到底是經過了怎麼樣子的過程 讓我們的 gender mainstream 做得現在大家覺得在亞洲 至少在亞洲還不錯 在這裡面有多少是像不管是當時的一些大的 NGO 在所謂國家機器裡面去裝了很多 一開始是外化 後來就不是外化的一些模組 那又或者是說這個有一些 NGO 它階級起來變成了消費合作社 那又或者是說很多在社區 去總體造的這個脈絡底下 它去做賠利 那讓大家可以看到說實際上去 manage 一個社區這個 gender equality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市場是個 diversity 的狀況 有時候他反過來 你要找一些男生參加 等等的這種狀況 這些都是台灣在發展過程裡面 我覺得沒有累積非常多的經驗 那當然到有數位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也花了非常多時間去做MSMVD 就是微型的或者中小企業 大家婦女想要創業的時候 去透過數位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每天去用比較連碎的時間 或者是用一段這個比較 怎麼講的 就是比較有褐色的這樣子 或者有溫度的這樣一個故事 用故事去進行行銷等等這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我們也在經濟部 或者是在文部也能配例等等 這些地方也都有相當多的故事 所以我自己的一個具體的一個 contribution 就是我們在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這個應該是大概下個禮拜吧 就會核定了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它是程序者 也是之前也有做 Gender Equality 跟 Gender Empowerment 就是以前馮燕老師 他有一個社會企業的行動方案 那我們這個方案是程序者 馮燕老師的行動方案 但是有三個蠻大的不同 第一個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Vision 已經不是 Domestic 我們的Vision 一句話來講 就是實現有學發展目標 所以從這個方案開始到現在 我這個目標這個凶真 就沒有拿掉過 因為這是一個普世的宗教 我們就是走到哪裡 傳教到哪裡 所以這個就是傳教性質的東西 我想這個就不是 Domestic 這是 International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不同 第二個相當大的不同是 我們這一次讓教育部 尤其是教育部 最近不管是透過USR 或者是大學受責任 或透過高教生 跟透過本來就有的Ustart 等等這些方式 我們盡可能讓這個學生 在學習的時候 因為現在大家都多出素養導向教學 在新的課章上路之後 不管是國教階段還是高教階段 我們都要讓學生盡可能不要覺得說 我會某一個技能是我的自我認同 而是我有一些素養是我的自我認同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多老師 或者學校的課發會 他在他的教育教法上面 他不太遲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素養 來當作我的學生的這個教育 因為原因當然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自動化啊 技術啊這個發展非常的快 你如果認定某個特定的技能的話 那當這個技術被自動化 被AI取代的時候 那工具人總沒有人行 工具做得好啊 學生就會覺得很失落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說 喔我要做的事情 我就是要解決 equality的問題 我要解決水資源的問題 我要解決氣候面前的問題 我要解決永續發展的問題 我要解決負資源消費循環的問題的話 那他的這個人生使命 就是去裝飾解決這個問題的素養 那在這個過程裡 學到任何技能 他如果被自動化 或者是有任何的新的發展 那他就拿來用 他就會更fulfill 他的這個life submission 所以我剛剛隨便舉的那些理想 當然就都是永續發展的目標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點拿SDG過來去填補這個 就是在素養導向教育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去引發 就是在過教階段 但是當然也有在過教階段的學生們 覺得說那我要找些事情做 而這些事情 既不是去跟別人搶什麼 也不是我個人要跟別人競爭 相反而組成一個團隊 在解決世界的問題上面 去跟別人競爭 所以價值培育 這個也是跟之前設計的行動方案 相當大的不同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之前外交部 並沒有在這個方案裡面 那這一次被我們找進來了 那這一次 我也都不要要負責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在趨勢上面 讓我們更知道說我們regional 或者globally 有哪些問題期待解決 讓我們把左邊的這一系列的力量 都能夠引過來去解決 那為什麼 是因為如果只靠政府的資金 ODA的資金 這些資金的話 SDG可能到2030年一半都沒有辦法完成 絕大部分還是要靠民間的力量來做 那但是這個時候 國內在做的人 跟國外實際碰到的具體的問題 中間怎麼樣對接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希望 會叫各位朋友們 一起來幫忙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最近 其實我自己的工作也是有點像這樣 就是我會不斷 像在商業周圈上面 這個三個禮拜就會有個專欄 去講說我們在這邊 有哪些社會創新的團隊 又解決了什麼國外的問題 所以這一期的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台灣自然水公司 然後他們再解決這個 就是水資源的這件事情的問題 那這件事情呢 就是他們把他們的水壓水量 所有這些資料透過open data的方式 像這樣大家看到 然後民生公共無聯網那樣子公開出來 然後民間就有為AI的朋友寫出了 想機器學徒這樣的東西 去幫助老師夫去聽那個漏水 然後老師夫就不用這個 花三年才繞臺灣的券話 能夠減低到十分之一的時間 就找到漏水的地方 那像西蘭德還不缺水的 可是因為氣候變勤 因為各種各樣的環境元素 他們最近就開始缺水了 所以以前他們對這方面 並沒有那麼大的投資 但是我們這邊的 在SDG這樣子的一種具體貢獻 這種社會創新 就可以派人過去 又待三個月 那在他們那邊幫忙解決 這樣子確實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會不斷地surface 這種國外冒出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這邊已經有這個問題很久了 我們這邊有這個創新的環境 那它一下子就可以去 傳播到國外系 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我就會不斷地去建立這樣子的模式 所以我想不管是在Women Empowerment 或者我們這邊 Proven as Human Light 或者是在網路上面的參與 以及視頻 社會上面 剛剛講的在社區上 消費上 生產上面的參與等等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講的 就是這個性命發展的優勢 它是Fully Inclusive 就是會用學理上的字 叫做Intersectionality 就是說怎麼樣 這個之前 婦女在台灣是弱勢 但這個弱勢現在變成了 相對也沒有那麼弱勢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經驗就可以去把任何別的弱勢 不管在台灣 或是在其他地方 用類似的方式去進行為例 那這個Intersectionality 我覺得也是我們可以 分享的一件事情 那有十一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全球已經有四十多國家 實行碳交易 為什麼台灣 實時沒有進行碳交易 為什麼台灣實際沒有 進行碳交易 關難的指審 以及民間團體 或者企業可以怎麼樣 協助客服 那這個同樣的 我們會配偶 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希望接下來 可以再講這 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同樣的就是 對我聽了相當多的簡報 但是我現在能夠講的 也不過就是複數 就是我聽到簡報而已 我自己在這個政策的 設定過程裡面 我並沒有參與 那我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是很誠實地跟大家講 沒有 但是有參與的朋友們 接下來希望能夠 對方的軍力也會 這樣一個問題 有十萬朋友們提到說 法國 對我們馬克風 積極地搶奪 美國不滿川普的氣候面前科學家 反觀台灣 覺得台灣對於基礎科學的研究 是不是夠 以及台灣對於未來的 下一代的投資 是不是夠 我相信這個朋友 應該不是在講教育預算 因為如果在講教育預算比例的話 台灣其實是蠻高的 最後沒有太強的 可能是它的價值的設定 就是我們有多少的基礎科學 它是去為了 現在很流行講期待以後 就是為了長時間的 這樣子long term planning去想 而不是只是為了 在這一代裡面 你能夠就是申請多少專利 你能夠做多少產學的合作 或者是這些部分的去講 不過我這邊想要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說就像我剛才秀的這個圖片一樣 就是我不覺得說 就至少在我自己接觸的例子裡面 我並沒有覺得說 就是往這個方向發展的學術 或往這個方向發展的學術 或者是真的是解決社會問題 剛剛講USR的這些部分 它是彼此低效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讓下一代 尤其是在公民教育階段 基本教育階段 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不管在裡面做哪一個題目 它都是為了說 比如說在下一個generation 可以就是把地球 或者把社會 或者把經濟 在下一個generation來的時候 的狀況距離 現在這個generation來得好 這樣一種sustainability的 這種概念方面去 那麼我會覺得說 不管現在這一代它做的是 它不像說在做某個主能的技術 它就是需要大量的資本的 這個投入啊 投注啊等等 或者是說 剛才其實這邊也提到的 就是大家都看到 海洋上面有很多的塑膠 那不管是拿來變成 紡織的這個材料 或者甚至還原它變成柴油 或者做什麼這些的研究 它後面都需要 動員到相當多的基礎科學 那當它動用基礎科學的時候 確實台灣之前有一個發展路徑 就是很快的去上水 很快的把它變成 某種規模化的這種創新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一件壞事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至少在這個區域裡面 大家會看著台灣 然後覺得說 台灣可以 rapid prototype 可以快速的進行雛形的開發 然後去做出這些solution 當然我們現在基礎的很要研究 或者是浮衛衛星啊 或者這些部分 確實我一直聽到一些朋友的聲音 是覺得說這部分 至少在press 就是在communication上面 強調的程度 還是沒有應用的成分來的多 那這件事情 是我們在接下來的訊息設定上面 我們可以更加加強的部分 那但是我不會覺得說 做應用的部分 它是比消掉或者是取消掉 我們在基礎研究部分的 就是能力 或者是我們在國際上的communication 但我很同意說 尤其是英文的 在基礎研究上面的communication 台灣有相當多可以加強的地方 這個是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尤其我朋友們想要呼應fred的一個說法 說 使用核電對於空物以及對於氣候變遷 是有幫助 應該列為能源的選項 那為什麼政府要堅持 2025年非核家園的目標 是否能夠逐步調整 我相信這位fred應該有參加 年底的風頭的臉書 就是說 在台灣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體 我們有各種各樣子在民間 尤其是覺得之前被誤解的朋友 這個我真的不但可以了解 而是非常被同情 然後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在一個民主政體裡面 我們至少就是用民主程序這件事情 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就算是當時 就是我自己有參與的 就是318運動裡面 318運動裡面 也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想法 或者訴求 也是它是去補足正當程序 或者民主程序的不足 它不是覺得說民主程序的正當性 因為不足所以需要拆掉 我們就完全不要經過民主程序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所謂民進革命 但是這件事情也確實造成說 就是如果現在對於政府路徑 有不同的想法 朋友們 那當然現在有非常多的方式 包括特務工作的方式 包括各種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運行民主程序 試著去把它進行改變 那第一個我覺得任何人 他只要有不同的理念 基於事實組織起來 對於民主的深化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也就是覺得 不管現在是在跳哪個題目 去運行運動程序大概都不是壞事 但是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處於感受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激情共和政策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之前有分成四個階段 這個是加拿大他們也發明的 這個所謂的交接討論法 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我們現在的這個狀況 尤其是能源 但是也有很多別的狀況 就是說他在公務門 他在相應的私務門 他在一些學者專家 使用的一套語言 然後跟在社會上面 在街上在網路上面 自己集結出來的民眾的語言 可能不完全一樣 大家看到 像說我們科費的處理等等的時候 每個人腦裡面發 就是想像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甚至之前在門店長的處理上面 還有朋友看到的時候 然後也是冒出像巡洞 這樣子的一種想像 那這些想像其實是實際存在的 你不能忽略掉這些想像 而去做公共政策的治理 那所以我們自己在進行討論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他們已經講了 先把大家都能夠同意 是客觀的事實的東西 先讓大家有足夠的時間 去了解是客觀的事實 然後再基於這些客觀的事實 去收集大家的感受 那在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point就是說 感受是沒有對錯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配all the signs 你沒有辦法看到說 看到相同的事實 就是有可能有些人高興 有些人不高興 有些人有歡樂的感受 有些人有恐懼的感受 而所有這些感受都是真實的 都是這個民主政體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用這樣子的態度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進入下個階段 就是ideach或者我們叫做interpretation 絕對這些感受去盡情有建設性的詮釋 然後試著去找到一些idea 這些idea是能夠照顧到最大多數能的感受的 但是很多時候在這個過程 就是在感受受集的這個流程 就卡住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到最多的政策制定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卡住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idea了 為什麼這個幾乎完全沒有顏色 在這時間內 就是說這個就不是idea了 它就會變成ideology 那ideology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個 就是我自己有參與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當時在uber 在介入台灣的時候的一個例子 當時其實大家也是在聽到 共產經濟這四個字的時候 腦裡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有些人聽到覺得說 好棒喔 我演算法這個比現行的法律要來得有效率 所以演算法應該要統治世界 然後我們就不要管法律了 有些人聽到共產經濟的時候就這樣一個想法 那有些人想到是這個大規模的實驗 其實也不會大規模的實驗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是聽到之後 然後你就冒出各種的想法 那當時我們試著把大家聚焦到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們把各方對於一個非常具體的小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用他的自用車 他沒有職業駕照 他去載客 然後收了錢 這樣一個行為 所有關於這個事實先分享出來 跟大家進行陳述 那帶大家看過這個事實之後 每個人都可以去分享自己的感受 那有些人覺得 然後看到這位朋友 也就是我啦 覺得說這個有這個乘客的保險是很重要的 那隨著每個人分享自己不同的感受 這些朋友們 那就是對彼此的感受同意 或者不同意 那隨著同意或不同意 他就在線上跑到不同的分區裡面 那這裡面沒有什麼呢 這裡面沒有reply 就是你不能夠按回應 也就是說如果有回應的這個空間 我們往往就會看到說 大家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摧毀到彼此的可信度 但是我們因為特別就是營造像救援平台 現在大家用的slider平台 現在這個pose平台 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說你不能夠指名道行的 去問引一個人 如果你看到別人的感受 你不僅同意 那你唯一的方式就是propose 一個更好的感受 同樣在slider 如果你覺得某個人的問題 你不僅同意 你比較好的做法 就是你不po一個 大家會按讚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sustract 他沒有辦法把人剪掉 他只能加上去 那如果一個討論空間 它能夠營造到成熟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 就像當年誤會的情況下 過了三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看到說 也許大家有一些 就是能夠彼此確認說 我們就是在這些意見上面 不同意的所謂的delance statement 但是大家的精力會放在 去把大家能夠統一的部分 把它講得更明確 把它講得更能夠讓大家同意 但是這個討論空間 如果是想Facebook的話 很多時候這個圖表 就會是反過來的 就絕大部分的時間 大家都花在 讓彼此更撕裂 或者是讓彼此更不統一 或者更摧毀彼此可信度的討論上面 為什麼 是因為那個空間 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賣你廣告 希望你能夠在上面待酒店 雖然他今年說 他要變成十個企業的 所以我們還在那邊 所以不會如何 就是說 我們在有一個自己的 這樣子營造出來的空間 去讓事實對起之後 讓大家真的能夠看到說 雖然對於支持和原子能 和那個朋友們 看到某些特定字樣的時候 然後也冒出來是某些感受 很多朋友看到的時候 它冒出來是別的感受 那在這些感受 一次不互相否定的前提之下 大家才有可能 就事論社區再往下一步 就是IPH的部分 才能夠開始進行 所以我覺得即使是 就是這些朋友們 覺得說要有逐步調整 但是在整個動員的過程裡 或者在整個組織的過程裡面 內部組織當然很棒 沒可能就是 事實上是有個必要的 但是跟外部的這種 不否定彼此感受的溝通 我覺得是很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不一定能夠在我們下一個階段 只有一個有效的討論 我是非常誠摯的這樣子講 我不是因為你現在主張任何東西 我這樣講 你主張什麼想法 我代表都會這樣子講 所以說 有些人說 那些人說 是個問題 如果你們看一看 很長的歷史 是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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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是個環境 有一個讀者 就是這個 物體 是 人物體 是 在这些年轮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另一种生命的组织 而我们可能会遇到另一种生命的组织 而我们可能会遇到另一种生命的组织 而在这些组织的组织 我们必须的组织是保持核心 我们必须保持核心的组织 这些组织的组织是以后一种组织的组织 有些组织的组织 或者其他组织的组织 有些组织的组织 由于其他组织的组织 所以我认为说我不是一个组织的组织 但是我认为如果人们看到 这些组织的组织 它真的拦向了想 它使用了很多新的方法 在这一刻,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从印度中的文化 不仅多数十多的印度在台湾 但也由于4000年代,他们通过的许多年代,他们的社会训练了新生存在 各种各地的西部的西部和西部和西部的西部 有些人生活了,也许多新生存在这些许多的文化 我有曾经许多年代,我曾经认识中国新生存的专门 时,他们也认为了很多,很新的东西 譬如,他們給了一國人人物 就像是一個公司的公司 這是一個公司的公司 所以,一國人可以成為公司的公司 一國人可以設置自己的公司 一國人可以參與其他公司 進入公司的公司 當然,一國人的公司 是在一國人的公司 一國人的公司 一國人的公司 你為 rebellion 全國人的公司 我认为这种思维和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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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种讨论和讨论和讨论和其他社会 所以我认为这些讨论,在这些讨论,我认为这些人 to think climate change as a canvas, as a new way of imag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is planet and how to realize the planet's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the biosphere as its own stakeholders and having spokespersons that can represent those stakes to the table of a previously very unicentric government structure. 那因為有人用檸檬,我就用檸檬回答 其實已經一小時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所以再take 有這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只知道我對台灣未來的綠能以及低碳的發展的看法以及期待 我自己是覺得綠能也好、低碳也好 它就是在剛剛講的SDG的這個 概念的一部分 我不會把它脫離SDG本身來看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這應該是下一期上週的題目 我先重複一下 所以說 之前台灣有跟MITMediaLa 然後我記得這應該是北科大 在台北的這個叫做社會雙性實驗中心 有做過一個跟綠能、跟低碳 大概都有 前場邊 至少開始代表 的一個就是CDMobility的這樣一個實驗 那我先講一下它的背景 就是說 這個地方它是像是我的辦公室 我當時入閣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下命令 我也不給 我也不接受命令 就是完全自願結合 所以大家都會叫我長官 都直接叫我通訪 那第二個 那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看到的一切 在資訊公開法上面 都公開對公益有必要 所以我看到什麼東西都可以公開 但是我看過這樣機密 那第三個 就是跟這個比較有關的 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 都算做上班 因為事情那種是有一個 喊被我挖出來說 只要有人的工作跟網路有關係 它就不受公使跟工作場地的限制 那個還沒有什麼人用 所以我就拿來用 所以我在任何地方上班 都算做上班 我的店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我的辦公室 它是在公眾房間的 社會創新實驗的中心 那這裡面已經融合非常多 社會創新 像這個就是寫安然化的 他們非常有藝術的典份 其實要雕馬化老實話會出來的 那在這邊 除了就是每天從長期 也開到晚上11點 有我們自己的廚房 有廚師 等等這些部分之外 我每個禮拜三 自己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就在這邊上班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聊一聊 其實就會出現很多社會創新的想法 那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在MIT Media 也是台灣人的一位朋友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去 開了一大堆三輪車 那這些三輪車呢 它叫做 persevasive electric vehicle 就是有說服力的電動交通工具 那他來解決的問題呢 他就不是 他在想到無人車的時候 就是想到一些快速的 可能會撞到人 可能是大的貨車 可能是就是 這是資本主義吧 的這樣一種想法 他的這種想法 比較是說 旁邊是中國花式 那可能 不管觀光客也好 錢也好 太太也好 他逛一逛 就花式浴室類了 他可能要 再一點東西呢 他就坐上第一輪 然後後面就有高級海 就幫他扛他的東西 慢慢就回家了 回家之後 他也不用管他停哪裡 這個三輪車 就自己去載別人了 那像這樣子一種做法 他當然一方面是說 他是回應時機 那個地方的地方需求 不是說社會去回應科技 好像科技現在發展到哪裡 我們社會就一定要 從什麼KPI 是反過來為我們 透過這樣子的persevation 去看大家能夠說服這輛車 來幫大家做什麼 什麼叫說服這輛車呢 是因為這輛輛車 他都是open source 他的城市碼是開放的 他的資料是開放的 所以有非常多 北科娜已經旁邊的大學生 他就是覺得說 這輛車可以更讓人類知道 他看到的世界是什麼 不是只是他懂人類的世界 而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世界從他看起來是怎麼樣 他去好像人跟狼 互相巡化成現在制人跟狗一樣 互相去增進他們中間 彼此溝通的能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試著讓AI跟群眾智慧 就是AI跟CIR 能夠互相衍生 能夠變成所謂的 extended intelligence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他當然盡可能在上面 挖很多東西 就是包含平坦 包含這個節能 包含所有這些 smart living 這些的pack 但他後面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它是開放式的創新 它是opinnovation 所以它最切合的我覺得 還是SDG時期 就是punition of the goals 就是你不管想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管要解答一個SDG 那這輛車它因為是開放的 你就可以把它往我們要的那個方向帶 然後每一個不同的朋友們 往不同的方向做創新 在創新的過程裡面 如果這個不幸觸犯了法律 就是我們 因為法律沒有辦法想像到這種 在街上亂跑的東西 所以就是當初如果制定法律 法律的朋友們 這個又擋到你的路的話 那我們現在 尤其在我們國防會成主委上任之後 有一個新的法解釋學 就是說如果以前有某個個案 它不准做 來表示你的這個通案不能做 那這個個案需要廢止 那如果以前有個通案的函視說 你不能做 但是法律並沒有說你不能做 這個通案也要廢止 所以現在可能 國防費也好 或經濟部也好 或者法務部財政部 這些部位的KPI 就多了一個KPI 就是你每個禮拜廢止 或調整了多少函視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環境 就是說 當你在解決SDG的時候 因為政府嘛 32個負貴 大概就是31個NGO 雖然就是NPO 就是沒有要賺錢的 如果要賺錢 可能是國防基金或是養房 但是絕大部分的負貴 基本上就是跟NPO一樣 就是為了要達成社會環境 或者永續經濟法律的使命 然後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當你在解決問題 跟我們這些部位 這些三十幾個NPO 在做的東西是對齊的時候 他們真的比較願意去回頭看這個法規 然後看說這樣子的創新 我們能不能夠調整一些東西 讓大家能夠更容易的來解決 共同社會跟環境問題 所以這個銀牌 就是SANBOX ONG台灣 我覺得是蠻好的 就是不管是我們已經有了金融沙河 因為那些三分車到處跑啊 現在還是用行人路權嘛 但是很多 接下來大概就不是 直系行人路權可以處理 所以我們在下個會期也會送 無人載具 就是AI Mobility的沙河 那所有這些沙河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邀請整個社會 在解某SDG的朋友來違法 來說我們接下來 六個月十二個月 我們就是要挑戰網和既有的法規 或甚至既有的法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符合社會需求的前提底下 去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 它不一定總是成功 但是它是往一個不同的方向帶 那如果過了六個月十二個月 整個社會透過我剛剛講的那種 多方利益關係的感受 搜集的一種方式 覺得這個實驗是一件好事 那這樣非常好 因為我們立法委員也好 政務委員也好 就不用去歸管一些 我們沒有看過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歸管一些 大家都已經有過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經驗的惡性 那如果這個不是 到最後整個社會覺得 這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幫 然後付了學費 那接下來就要這樣子做了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 我們至少我們都可以 具體的資料 具體的經驗 我們就比較不會 像剛剛用腦補 講的用腦補的那樣子的方式 去再一個新的科技 一個新的想法出現的時候 大家去做完全不同的想像 至少大家都有一些第一手的經驗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綠能也好 低碳也好 這些都是一些共同的基本的 一些價值 我們盡可能在符合 越多價值的這個前提底下 去做各種各樣的實驗 但是當你的這個價值 跟相應的部位扣分的時候 至少其他部位 可以是你的partner 而不是就是你的這個 擋路或者半小時 那有八位朋友說 台灣政府呼應的SDG有沒有順序之分 有的話是什麼 這個就看你要問哪一個部位的朋友 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說了 就是每一個部位 它其實你就把它 想成一個NPO比較快 就是他們自己的priority 這些priority加在一起 就是所謂的實驗方針 那因為這個問題現在是問我 這個已經回答了 對不對 不管什麼演講 我就是掛SDG17上去 那為什麼我自己覺得SDG17 比起其他SDG 是對我來講 我會投入更多資金上去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是書位政委 那SDG裡面特別強調的就是 各個地方都有官僚 政府的統計的資料必須正確 所有這些東西必須公開上網 讓大家有更多況利益關係 很好的空間 所有這些資工序相關的 讓在做不同的SDG目標朋友們 能夠更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而不是各做各的 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大概都是放在實驗裡面 所以實驗裡面的各份項目標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行的 所謂開放政府 以及行政數位化等等的東西 我不需要特別再去 自己寫自己的目標 我就可以直接拿SDG的 Global Indicator再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自通訊它本來就是沒有國界的 所以常常我在國外演講的時候 會說我是Working with Taiwan 不是Working for Taiwan 那意思就是說它的主要的Stateholder 很可能就是國際上的科學社群 國際上想要增進政府透明的社群 開放政府社群等等的這些國際社群 因為一開始這個目標就是 國際社群一起制定出來的 所以在我的工作裡面 我在培訓上整個國際的朋友們 更了解我在做實際狀況 那這個是我自己最看中的問題 我當然我相信在台下的每位 都有自己心中的這個培訓 那這個也是多元的一個一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來就可能快問快答 因為剩四分鐘的 沒有辦法這些問題都唸出來 這個一句話來講就是可以 而且不但可以這個在國際上面 因為我們投入了力道值 強大之猛烈 這個整個國際都看到了 那這個其實不只是後盾 它事實上會起到一個 agenda setting的一個作用 就是我們會讓整個區域來談 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做了 相當大的一個 commitment 這件事情 我不想數位外交 其實就像數位政委這個職位一樣 再過了十年再過二十年之後 大概就不會有數位政委這個職位了 我們可能會留一個類比政委 來討論就是沒有數位化的事情 所有其他行政的作業 大概就已經數位化了 我們都在需要一個數位政委 來做行政數位化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這一段過程 就是國際相較數位轉型 比如說transformation 它特別在意的 我常在國際上說我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 那anarchist的部分 大概大家都已經聽到一些 那conservative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想要conserv 我們想要持守 保持著長輩們的 更早的先輩們的 原住民子的 既有的 所有這些謊話 這些傳統 這些看待事情的方法 我們確保它在數位化的過程裡面 不會流失掉 不會變成是好像我們連根拔起 然後是在一個完全reset的情況下 去看社會 我們會希望說大家所在意的這些transformation 我們盡可能透過數位的方式 不只是保存 旁邊像說像文化的路線 這個數位的 只是古老的這些建築物啊 這些場地全部都數位掃描 變成文創的一部分 那這個的重點就不是只是保存它 不是只是數位變長 而是在這個數位化的過程裡 開放它的授權 讓任何想要拿這樣子的文化去進行創造 包含我們台灣所有的文化 原住民主文化 各個不同族群的文化的朋友 都可以更容易的去接上他們本來的這個tradition 那這個部分是conservative的這個部分 那這也是我們目前外交的時候 來建立我們的narrative 風帶identity 然後以及我們跟 不管是太平民各民族 或者是其他民族的關係 我覺得這些就是visual assets 這些數位的這些資材 這個是很可能是最重要的 好那已經有人在舉牌告訴我 說時間到了 我可能就只能回答到這邊了 那其他的部分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法理協定的檢查和表 等等 這個fever我們可以有子能老實 所以我想 我今天的回答就先到這邊了 這一小時 大家感謝大家為非常好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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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